我是来自道克的蒋欣言 这次主要和来自华为的姜伟同学 一起为大家分享一次 Kemanda的跨极群弹性伸缩的场景与实现 本次分享主要从这几个方面 为大家展示一下弹性HPA的一些特点 主要是多极群的资源池是未来的趋势 然后Kemanda是如何助理你的业务 去完成这个多云化 然后会讲一下单极群的HPA的极限 然后在单极群中HPA还有哪些的限制 最后我们是如何在多极群多云的场景下 去实现一个HPA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多极群资源池是未来的趋势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来自国外Figatory的一个调研 超过87%的企业受访者 他们都会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这种多云多极群 并且在87%里面有大约72%都是来自混合云 就是可能来自各个厂商 各个不同的极群不同的版本 那么随着这个云原生技术的不断成熟 那么未来多云肯定是未来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使用多极群呢 我们先看一下在单极群中它有哪些限制 那么在单极群中一个K8它是有硅 这个PPT好像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好像有点问题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我们还是继续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单极群中 有哪些这种限制 那在单极群中 我们一个K8里面 它是节点数是不能超过5000个 然后Pull的个数它是有限制的 比如不能超过10万个 然后每个6的节点它的容器数 它是不能超过110个的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公司它们有不同的业务 不同的团队 那么在一个单极群里面 我们做这种业务的隔离 团队的隔离 一般都是通过NameSpace 那么如果我们转换了多云的话 多极群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极群 去做这种不同的业务隔离 不同的部门使用不同的这种极群 那么随着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单极群是有限制的 那么可能未来肯定是这种多极群多厂商的 这种是未来的趋势 那么随着这个多极群的这个适用 它肯定也有些挑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一般都是有哪些这种限制 有哪些挑战 那么随着这个极群越多 那么我们每个极群的这种重复的配置 可能就越来越多 也有一些 或者是每个极群有一些差异性化的配置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可能随着不同的业务 它可能在不同的极群 那么不同的极群之间 不同的业务它们可能也有一些差异 然后我们云厂商 因为每个云厂商 它们有自己独立的 特有的这些API的这种管理 可能这种极群的管理也有差异 然后可能这就是随着你这个极群时 这个数量越多 这种碎片化的场景可能就越多 那么我们怎么来提供一种统一的视角 去屏蔽这种不同厂商 不同底群极群的差异呢 下面就是来自华为的江伟勇学 给大家介绍一下Kemada 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华为开源团队的开源工程师江伟 然后前面讲到的就是 根据那个多云的那个优势 那我们是有没有一个平台 去把这些统一给管理起来 那么Kemada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能够帮你那个之前的单级群的业务 平滑迁移到多级群 比如说享受 比如说我本地IDC公共云 我先用本地IDC这种产景 能够节省你的成本 还有你的荣摘各种产景 都能够帮你解决 那Kemada总的来说 它就是一个管理多个集群 你能够把很多集群加入这个控制面 然后能够无限扩展你的一个资源池 比如说刚刚说的 单集群只有比如说一万节点 那么你可以接多集群 然后可以接十万一百万都可以 然后并且它是兼容那个KBUS原生API的 你可以像那个使用单集群一样 使用这个Kemada 然后底层的那个多集群的那个形态 都给你屏蔽掉了 你只需要像单集群一样使用就行了 然后并且是开放中立 告别板定 不用说把华云 把阿里云都不用 然后开箱挤用 丰富的多集群那个调度 它仍然比如说你可以基于你的Region 北京 上海 或者是多AZ 多集群 多供应商 它都可以做丰富的一个调度策略 然后集中式管理 就是我们可以给你集中式管理 支持公共云 室友云 还有边缘云的一个 多个集群管理 OK 那这里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 那个Kemada的总体的一个架构 它其实就主要分两部分 一个是我们Kemada的一个控制面 然后呢下面就是你的那个成员集群 然后它向上 那个Kemada向上是提供那个K8的原生API的 你之前比如单集群的API怎么用 还是怎么用 比如Coopersty apply一下 然后Kemada呢它有一个核心组件叫scheduler 然后还有一个叫execution controller 然后你把你的那个API apply了过后 你再定一个多余的一个policy 比如说你基于AZ去调度 还是基于Region去调度 然后它那个scheduler会根据你的策略 它把你的不同的workload 分配到不同的那个集群 比如说是拆分根据可用资源 谁哪个集群可用资源多 那么就调度到哪个集群 比如说北京多 那就调北京 你仍然你还可以更高级的 比如说你写一个插件去比价调度 比如说阿里云更便宜 那你就调阿里云 华云更便宜 就调华云这种更高级别的一个成本 像本真效的一个调度 你仍然可以这么做 OK 那现在有一个核心问题是 你之前是单集群通常都用那个HPA 去保证那个服务的稳定性 就是你流量多了 那我就弹性这个pol的数 那么在多集群的场景下呢 就会涉及这个弹性的一个伸缩需求 那总的来说就是如那个左图一样 就是我想突破集群的边界 比如说集群1有pol的数流量来了 然后我就想跨集群谈 比如说cluster1和cluster都谈 那这个总的来说就是 我想统筹打破这个边界 统筹多个集群的资源 实现跨集群的一个弹性伸缩 就比如说我有本地IDC 通常的不属价格 我有本地IDC 价格公文云 然后本地IDC资源谈满了过后 我再谈公文云这种场景 就是说我本地还撑不住了 我再用公文云去cover这个流量 或者业务 这样就能够省很多的成本 那总的来说需求就是这个 OK 那我们来简单来讲一下 那个HPA的局限 我们那个蒋新鲜同学 好 谢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单机群里面 这种单机群的HPA 它有哪些局限性 然后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 HPA它的背景 它的医学使用方式 那么我们这张图 是来自K8官网的一张图 我们先简单地介绍一下 HPA它的整个工作的原理 那么HPA它就是根据 它会在每一个时间周期内 根据你的设置 会在每一个时间周期内 HPA的控制器 它会根据你在HPA的 压描文章中的定义 去扫描你的那个target的目标 比如你的一个deployment 它派生出的POD 它会根据那个deployment里面的 那个spec等selector 去选择那些POD 然后根据POD的这些指标 去查询这些POD里面 有哪些 比如你是标准的那种资源的话 比如POD的CPU或者是内存 如果你也可以制定一些制定的指标 比如像什么HPA请求啊 总之你可以做一些 自己业务上的一些配置 那么HPA就可以根据你的业务 比如你的业务流量突然上来了 HPA就可以帮你把这些POD 去扩展 去扩收容 对 然后如果你的业务流量过去了 那么HPA也可以帮你把这些POD 再缩回去 主要去节约成本 对对对 这是简单的一个HPA的 单机性的HPA的介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 这也是来自一个K8官网的一个样例 这里面HPA整个Yama配置可以是非常清晰的 它有定义了一个target 就是你这次本次扩收容 你需要去扩展哪些deployment 那比如像这里是一个PHP的Apache的一个deployment 那么它扩容的这个指标 就是根据CPU 按照CPU50%来扩容 意思就是我们要维持整个这个deployment 它的CPU平均CPU在50%左右 那么我们设置的最大最小副本数 就是它会根据你的 比如你现在可能有五个 但是你的业务来了 你的CPU突然猛增 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那它就会帮你扩收容 可能到八九个到十个 以维持这个POD的CPU到我们设定的目标 可能你的业务流量过去了之后 那么你的POD可能就CPU 因为刚刚扩收容了嘛 扩容了 POD可能比较多 那么你要节约成本 你需要把这些POD 它就会帮你把这些POD缩减回来 那么这个增缩的频率 你也是可以通过 这个可能Yama没有定义 里面有个behavior之段 去控制你的扩收容的这个步骤 这个节调 你可以快速扩 快速扩容 慢的很慢的收容等等 都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的 这是在单区中HPA的势力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单区中 它这个定义很清晰 那它肯定有一些局限性 那比如我们这里有一个典型的场景 你的一个集群中 你的资源不可能是无限多的 我刚刚在前一张PPT也说了 单集群它有资源资源的限制 比如漏的数不超过多少多少 POD的数不超过多少 那么这个一个单集群里面 它的资源是有限制的 当你的业务流量来了之后 你不可能无限地在这个集群中扩收容 那么此时你可能就希望 将你的这些业务的POD 转移到另外的集群里面去 那么假如你还有一些场景 比如你的这个POD扩收容了 但是它更是往一些 比如高成本的这种云厂商里面去扩容 比如POD本来你肯定是想让一些云厂商的这种 比如这种价格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更希望它这些扩容的POD 去到那种低成本的云厂商去 但是在HPA里面 它是没有做到这种可以根据成本去调度的 又或者说是 我们现在每个集群都有一个HPA 那么随着这个集群的越多 这个数量越多HPA 这个配置就越多 那么可能我们更希望有一种统一的方式 去配置每个集群的HPA 来统一地去管理维护这个HPA的限制 这些资源 那么这个单集群中是很难做到的 OK 下面的话来介绍一下在Kemada中 刚刚姜伟同学也介绍了 Kemada是去管理多个集群 多个成员集群 提供一种统一的视角 去帮你去下部署这些资源 那么在Kemada中 我们引入了一种Federated的HPA 一种集中式的HPA 这个HPA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简单易用 与我们单集群的K8保持一致 但是它的特点比较鲜明就是 它可以帮你把这些增加扩收容的POD 去更好的调度到每个子集群里面去 根据你的分发策略 你的分发策略是想让这些POD到低成本的场上去 它就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然后我们整体来看一下这个Federated的HPA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定义 与K8IS里面的HPA的定义是几乎保持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target的指向 给哪个资源扩容 或者是你的想根据什么指标 metrics的指标 或者是你的behavior 你想扩收容的步骤 是想快速的扩容 还是想慢速的扩容 整体的这个API的定义 基本上是和单级群的是一致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已经使用了HPA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很简单地从一个单级群的HPA 转移到我们 迁移到我们这个多级群的HU里面 FederatedHPA就是多级群的HPA 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是 除了我们的API version和Cand是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之段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你来说可能就是 将要么简单地做一点点修改 极小的成本的迁移 然后下面核心的这些指标 比如你是想对哪一个 Department做这种扩收容 根据什么指标 这些你都可以不需要更改 因为你可能有大量的HPA 我们都是尽量地去兼容的 那么你迁用了 你可以写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简单脚本 就可以批量地把你的HPA 从单级群迁移到多级群 我理解应该是对用户比较友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那么我们从这个定义中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定义基本上是为了去与单级群中的HPA保持一致 所以我们整个使用的方式也是和单级群中的HPA是一致的 那么在单级群中我们需要使用HPA的话 我们是需要创建一个Department 也就是你的业务 然后你需要一个HPA 在Kmada里面是叫做Fidelity的HPA 由HPA去指向你的Department 然后因为在Kmada里面 它需要将你的Department分发到不同的子级群 那么这个分发过程中 可能你需要一些调度策略 比如你可能需要哪个群群多哪个群群少 按照权重或者是按照这个资源的利用率 比如底层的资源利用率高的 你就少一点 资源集群底层的 比如像Member 3 它可能它的资源很丰富 里面跑业务的这个Po的很少 你更希望将你的Department调度到Member 3里面去 那么我们HPA在扩充容的时候 HPA在扩充容的时候 它通过底层 我们Kmada里面底层有个叫做Federalty HPA Controller 这个Controller它会去watch 它会去一直周期性地去查询这个Message Adopper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它会收集成员集群的 你自己成员集群的那个Message Server的指标 将它聚合起来 然后在Kmada的控制面来扩容这个Department 然后在Kmada里面 如果你在控制面扩容了这个Department副本数 比如你将它从两个扩到十个的话 那么扩容的这个数量会受 刚刚江伟同学在上一张批评中 受它的调度器来控制 然后调度器是根据你的分发策略 按照你的预期将扩容的数分到不同的集群 那么此时可能你的底层真实的这个成员集群 可能有个集群它的这个流量很高 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用率很高 那么调度器在调度过程中 它会感知到这个整个底层集群的这种资源的使用率 它就可能把你这个扩容的这些数量 转移到其他的 比如像M1M3这里面去 对 就整个过程中 就是尽量维持我们Pode能避免往一个集群里面打 或者是让你的流量或者你的业务更加稳定 OK 这是整个工作流程 可以看到整个工作流程 其实和单集群的HPA的工作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你的使用方式也是一模一样的 对 只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在Kmart中 任何资源的下发都是需要一个分发策略 来分发你的这个deployment是如何到这个集群的 然后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架构 刚刚也说了在Kmart中我们是引入了一个Kmart Matrix Adopper 这样一个适配器 这个适配器它会周期性的 它会去查询 就是你的controller周期性的想去查询指标的时候 它会请求到Kmart API Server Kmart API Server是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原生的API Server 就是跟你单集群的API Server是一样的 对 我们基本上就是用的就是单集群的API Server 所以Kmart API Server它就会去查询 比如说单集群里面它就会去查询Max Server 那么在Kmart里面API Server它就去 将请求转发到现在的Kmart Max Adopper 这里面去 然后请求来了之后 这个请求就会真正的去底层 去收集你这个HPA里面定义的那些 那些department相关的指标 那么这个我们要使用 比如说单集中你要使用HPA的话 你需要装一些Metric Server 或者是一些自定义的Metric Server 比如你可能要根据你的HDP请求 做一些业务的统计 那么你也需要在指群装 那么所以这些组件可能在你的指群 是天然就具备的 那么整个Kmart它就可以 把这个指标从各个指群收集上来 聚合到整个控制面 对 它的大致的流程就是这样子的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工作流 都是和单集中的HPA是保持一致的 并且我们的Federalist Controller 它的整个工作的机制也是和 单集中的HPA Controller是一样的 当然它也有一些不同 因为我们在Kmart中它的这个策略 就是你的分发策略 有一些不同 有各种各样的策略 可能你还有一些自己的调度策略 对 调度插件 所以Controller它也有一些些的行为 与单集中的Controller有一点点不同 对 但大致的体验 是基本上与单集中是一样的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集中式的HPA 它的适用场景 那么刚刚也说了 我们整个Federalist的HPA 它是与单集中的HPA 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你对用户来说 它的这个牵移成本就比较小 你只需要改那个APS Server和CAN 对 这些都是固定值 对 然后我们在扩缩容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Deployment的副本数 在控制面进行扩容的时候 那么扩容的多的这些实力数 它是受这个Kmart的调度器来调度的 Kmart的调度器 它是可以感到成员集中 底层的这个资源的情况 比如哪些资源剩余多 哪些资源剩余少 它这个多的副本 它就会按照你的想法 可能就是预期地向往 剩余一集群多的资源去扩缩容 那它也稍微有一些局限 就是可以看到它整个工作流 都是位于Kmart控制面的 所以它对Kmart控制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对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也 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 整个Matrix的指标 都是真正的是从底层的Matrix 收集上来的 所以这种Kmart它需要去比较 对你的成员进行到Kmart中间这个链路 可能要求比较高 因为像Matrix的话 它可能变化是比较频繁的 所以它可能需要你在控制面 和成员之间的带宽可能需要比较多 这就是整个Kmart集中式的HPA的一种 使用场景 那么在Kmart中其实还有另外一种HPA 就叫分布式HPA 那下面有请江伟同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分布式HPA 好 感谢欣燕同学的讲解 然后刚刚我们看了就是那个中心式的HPA 它的核心优势就是 调度精度高 还有原生体验 你的牵移成本非常非常的小 就改革API和version 那如果可能你的业务规模更大 带宽可能更低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你就可能得使用一个分布式的HPA了 在Kmart这边叫HPA coordinator 它其实就是分布式的 它那个计算相关的都不在控制面 那么它就支持更大的业务规模 更低的带宽要求和更低的控制面负载 它的核心优势就是这些 然后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架构啊 就是还是在Kmart的控制面 我们有一个叫HPA coordinator controller的一个组件 然后向上是提供一个叫HPA coordinator的一个API 这个API会定义每个集群的那个HPA的API 长什么样 然后它会做下发那个HPA controller 下发到每个成员集群的HPA 由HPA controller单独再去做计算弹性伸缩 然后HPA coordinator做了啥呢 在这个里面就是比如说为了实现优先级扩说 它可能就只做了就是把一些低优先级的集群比如说 给disable掉 然后高优先集群如果资源用完了 没得用了 那么我再把它enable掉 所以它就是做了这个事情总体来说 那可以看到它整个的面路就不需要Matrix 从那个控制面和那个成员集群来回交互了 就不需要了 然后那个Matrix的采集和计算缓存都在成员集群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负载会非常低 或者说几乎没有消耗 资源消耗 然后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就是它的那个核心的区别 第一点就是那个控制面的负载 中心化的话它是相对较高的 因为刚刚说的那些Matrix的采集计算缓存 都是在控制面 它的负载相对较高 而HPA coordinator呢 它那个负载会相对较低 因为刚刚说的那些Matrix的采集计算 都是在成员集群自己做 控制面不管 它只是做一个协调 那么那个负载就会相对较低 然后负载要求也刚刚说的 就是Federation会控制面 和成员集群会存在数据交换 我们之前测过就是百万POD一下交互一下 可能要好几百兆 而那个变化那个周期是会很频繁的 所以对你的负载 比如说你的负载是按流量收费的 可能你查一次都好多好多钱 那这个可能对那些价格增效的企业 可能就比较明显 然后那个Coordinator呢 因为它没有那个数据交互 Metric交互 所以它那个带框要求几乎可以不小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跨集群的精度 就是FederationHPA 它那个弹性就是扩容的那个实力 它是能实时感知到成员集群的状态 可以给你调到比如说低负载的集群 所以说它的那个精度呢 就说相对较高 而Coordinator是把那个权限下发了 类似于它那个精度就相对较粗略 而它没法感知每个集群的那个 资源状态 它只是做一个HPA的启停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它的精度相对较低 就跟类似于我把权限下发给每个组 每个组自己做还是说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就会很累 但是它的精度就会很高 而我下发过后我可能就权限比较少 整个团队的进度什么可能比较弱 但是它我就比较轻松了 那分布CHPA总体的一个伸缩场景是长啥样的 我们可以简单看两个图 就是一个是伸一个是缩 OK 那个右边那个图 就是它是 你们应该是左边 左边那个图就是扩容的场景 就比如说我设置一个集群的mimax 然后它那个跨集群那个扩容的预值是24 也可以设置百分数啊 80% 然后达到24了过后 然后就开启第二个集群的那个扩容 就说我达到某个预值了 我为接下来的跨集群扩容做准备 那就把第二个集群的那个HPA给开起来 让它慢慢再弹上去 那缩容也是同理啊 就是说我在缩的时候达到某个预值 比如说6 比如说或者是30% 然后我就把那个 更高优先级的集群那个HPA缩容给打开 OK 那大致的流程 场景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整体看一下 它那个分布HPA大致的流程 其实就三步 初始下发 缩容和扩容这三个场景 其实这三个场景搞懂了 其实就比较好理解 OK 那假如说我们还是以劣质的形式讲解 假如说我们那个member1集群高于member2 这种场景是很常见的 就比如说你有公有云和私有云 那你的资源肯定是先用私有云嘛 因为为了省钱嘛 所以假如这里就member1高于member2 然后member1集群的那个me max分别是130 member2分别是120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设计呢 是因为这个API对用户来说可能比较突兀 但是这个API基本上是给那个管理员用的 管理员用的时候 他是想细力度控制每个集群的资源 资源的那个状态的 他不想忽然谈 谈了很多很多 然后导致这个集群断服了 他是想细力度控制的 所以我们这么设计的 然后下面就是那个 跨集群的那个扩容触发预值 我们这里是30 假如说member2的所有预值是1 为了后面好演示 好理解 我们这里就不设什么24了 刚刚那个图的 为了好演示 好理解 OK 那这个我们配置好了 那么它下发的那个HPA是什么样的呢 可以看一下 那个member1它的min max就是130 初始实力数1 然后member2就是1111 为啥这么设计 就是因为把member2集群的HPA给关掉了 它关的方法就是min max一样 它就谈不动了 那初始下发过后 然后它肯定流量来了 假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里就是member1 流量上来了 它那个current replica 就变成30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要触发那个集群2的一个扩容了 那扩容怎么触发扩容 就是把那个max replica 直接改成20 改成20过后呢 然后这个member2集群 它就会慢慢流量涨过来 然后那个实力涨上去嘛 所以那就实现了跨集群扩容 那跨集群扩容过后 那我们首先还要想一个 不能说 比如说我集群2 谈到了10个 忽然又降了 这个流量降的时候 我们是先要保证 集群2再降 集群1先不降 那这个不降怎么实现 就是把那个min replica 也改成30 给它锁住了 也许 就是member1集群 那个HPA给它锁住 就不要你降了 也许 OK 那这个流程可以看一下 就能实现我们说的 优先级扩容 OK 那我们再讲一下 缩容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假如说还是两个集群 然后刚刚我们那个不是扩到30了吗 OK 那现在member2集群再缩 已经是说到1了 那缩到1了过后呢 我按理说就要缩member1了 然后缩怎么跨集群缩的呢 就是 还是跟那个之前的原理是一样的呀 就是把member1那个min replica改成1 然后就开始缩 然后同时 要把那个 member2集群那个max replica 改成1 因为到时缩到中间又扩 为了避免集群二线扩 所以就把那个锁住了一续 就是关掉 你可以理解成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实现 member1说到极限了 说不动了 然后再说member1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公有云先说 说完了 然后再做私有云集群 那么你就能 省很多很多的成本 那大致的流程就是这样 OK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 那个预值就是刚刚说的一个24 或者是80%有什么用呢 这个我们可以还是举个例子来用 就是假如说 我有两个集群 本地IDC 还有一个公用云 然后我扩的时候嘛 肯定是想公用云先扩嘛 哦不 那个叫私有云先扩 然后再扩公用云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假如说这里啊 达到124 然后根据matrix计算 它那个replica 会持续增长 一直在涨 然后涨到30的时候 我们就出扩容 触发预值了 触发扩容预值了 然后去公用云上去扩容 但是这个时候 你知道公用云 我们为了省成本 一般是你是装了 那个clustral skillet 去动态 去创建那个按需的节点 那这种情况下 你这里到达30再去触发 那个节点串出来 一般要5分钟 或者是更长 一般是3到5分钟啊 那这种情况下 这3到5分钟内 你的多个集群这个业务 都是过载的 可能会断服 那所以说 我其实想要的 不是达到30的时候 去再触发公用云 我是可能达到80%的容量 那我就想去触发公用云 把那个节点给扩出来 然后后再扩容出来 那总的来说就是 如果你达到30多时再去扩 那可能会长时间过载 导致断服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之前是设置前嘛 那现在我们设置后 会变成啥样呢 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 就是说我设置了80%容量 达到80%容量 我就去触发公用云扩容 那公用云扩容呢 就是那个cloud嘛 然后触发公用云扩容过后 它会触发那个节点 节点扩容 节点扩容会持续扩容嘛 你看两边都是持续扩容的 节点扩容成功后 然后那个本地IDC 这个本地IDC 它达到那个max了过后 其实这里的节点已经扩出来了 已经扩出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算业务再来 那个流量再洪峰再过来 其实也能handle 也能handle 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业务 流量洪峰太大了 太大了 可能太快了 那可能也要等一段时间去 才能handle 但是如果你的比如说 正常情况可能不是 不是这么小 可能是一千两千个 两千个pro的 那这种情况我的理解是 一般是能够handle这种 呃 因为你时间不会刷一下 一下就涨上去的 所以我的理解是 能够handle这个场景的 OK 那么总的来说 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之前设置器 如果是那个 那个预纸设置的 设置的比较合理啊 它一般是就是解决你的 那个公用云和私有云这种场景 避免长时间过载这个问题的 OK 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个 它们两种的试用范围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 第一个 如果说你的资源有限制 就是从两方面 资源限制和你的那个 扩收策略 跨制性的扩收策略 如果说你的带宽有限 或者说你的带宽比较贵或者什么的 那你用规模比较大的话 那你可能就不得不选择那个去中心化的HPA 然后如果你的带宽足够 而且那你就可以使用那个 集中式或者分布式 集中式的优势呢 刚才说的就是 学习成本极低 你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分布式可能就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它带来的好处也是巨大的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 副本数扩收的那个局限性 就刚刚我们演示的就是 如果你想按优先级扩收 目前目前 你只能可能用去中心化的 如果你想 后面可能会扩展 那如果你想要 使用Propagging Policy里面的各种策略 比如说基于AZ啊 基于可用资源数啊那种去 它跨这群扩收的话 那你目前可能只能选择 那个集中式的HPA 对 那主要所以你想选 就取决你的那个环境了 OK 那最后的话就是 我们大家有 如果有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那个Kamana官网 还有Ikitab Snack 还有社区小助手 有什么相关的 对 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提问 我想问一下 就刚才讲到就是那个 应该是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 就是 但是说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它是有那个本地 本地的集群和那个云上的集群 然后它那个可以设置优先级嘛 就是它那个优先是先把本地的打满 然后再往那个云上那个调度 对对 然后但是它缩容的时候 我看您是说 先要去手动修改一下 把我那个本地集群的那个 就是最小副本数也给它调大 然后这样才能保证 它不会把本地的那个先缩掉 是的 就是这个手动操作 就能 是不是有点 就能不能自动化 比如说我 这个都是自动化的 这个都是我们那个 Kamanda它给你全部自动化了 哦哦 就是我缩容的时候 它自动会把那个 对对 mean replica 对对对 控制面给你自动全程自动化了 哦明白 就相当于我配置了 相当于本地集群的这个 它的这个优先集之后 它就自动化了 是的 是的 好 了解 那没有问题了 OK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扩缩容的时候 是扩容可以指定音乐集 缩容也可以指定音乐集 可以不一样是吗 目前只能是比如说 优先集你指定一个 它是扩是顺着来 说是反着来 也就是先扩 后创建的先被删 对对对 那也是合理的 然后第二个是 我看了一下 这个是每个集群APA的一个策略 我应该 我需要去创建的应该是 整体的一个吧 对 我需要创建一个整体一个 比如说 控制面 控制面创建 然后整体比如说 最小是一 最大的三十 对对 然后设置一下两个集群的比率 比如说七比三 你自己会根据我设置的比率 以及优先级 在两个业务集群 根据我的比率 去乘一个百分比 然后决定它的最小最大 明白 不是 这个还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想 因为为啥不这样做 因为 管理员 管理员 如果你要就算比例去分 它 分到下面也有点不可预期 你可以列成 我们想管理员 你有能力去全全 就是 比较细力度的设置 每个集群的min max 你这样会控制 每个集群的那个资源状态 要不然可能会超 可能会少 所以我们想的是 你想比较细力度的一个设置 每个集群你分别设一下 在控制面 就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list 一个error 然后里面分别设一下每个集群的min max 我需要自己手动设置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可能后面会有眼镜啊 但目前是这样 这个 这个Coselon 是一次性是一个事物吧 这个做完之后 我如果 它正在Coselon的过程中 我做了Coselon配置的修改 它肯定是等这一次做完之后 才会做 对对对 好的好的 我没有其他问题 谢谢老师 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再问一下 有容灾吗 有啊 有啊 都有的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两个云集群有一个挂掉了 对 容灾是怎么做的 容灾就是 目前啊 假如说 我举个例子就是 公共云和 北京和上海假如说 那 北京的集群挂了 我们会做健康检查 所以集群有个 Healthy 还是Ready 还有我们支持 比较 也有Plugin的那种健康检查集群 你可以从公共云的接口去捞那种 健康数据 也可以 然后 警察到挂了过后 我们就会把你的那些业务 全部重新部署到其他集群去 你可以设一个 backup的集群 你可以设 那些 对 对 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 目前听您分享的这个 它都是基于一些集群中炮的数量 或者是一些CPU占用的之类的出发条件 嗯 它支持 现在支持那种手动提前扩容的场景吗 手动 我们现在社区在研发一个叫 Chrome Federity的GPA 就是你可以提前设 比如说30分钟 提前扩 也是可以的 对 比如说 或者 对 比如说每年31 每年618 都可以 明白明白 谢谢 感谢那个 那个还有个同学 感谢我自己的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很多室友云 比如什么 KS 包括 Docker Docker的 还有那个 博云 他们其实内部采用的这个多级群 都是采用的Cubana 还有就是你们这个Cubana 跟那个Collective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对 那个无头服务的Collective 就 就 就也是阿里的 那一个 你是说和库博威娜的区别吗 这个 对对 因为你们这个设计到一个HPA 包括那个很多模式 其实跟那个Severless的Collective 他们是很多底层都像像的 对 比如说一个流量打过来 它会 拉取很多一个POD 对吧 对 对流量大了它就拉去POD 然后流量小了就会自动减POD 对 对 然后包括就是像那种Member集群 他们是由一个Controler集群 做一个集中管理嘛 对不对 是的 对对对 然后像那个下发过来的时候 业务量它的流量打过来的时候 其实你们底层跟那个Collective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我觉得很像 跟Kinative是吧 对对对 就是类似的Collective 我的理解 因为Kinative也是长在K8上面 就是把Severless的业务封装成K8的POD 对对对 我的理解 Kinative可以run在上面 可以借助Commander run多集群 把Severless业务run在多个集群的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清云的KS 他们其实采用了你们这个Kubana之后 他们是内部插件有个CCM这么一个插件 对 因为它是一个类似于联邦模式嘛 因为你们Kubana应该也有类似于联邦模式 这么一个模式有吗 好像应该在Kubana没有这种联邦的模式 对可能是他们自己封装的一个模式 就清云的KS他们自己封装的这么一个模式 OK 像那个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有没有测试过这个 就是多集群纳管的一个 见状性 就肯定有一个见状性的那么一个插件 对吧 就像我要这个多集群之间的一个 连级中间肯定有个插件 或者有个Controller 那么一个组件来实现那个联通性 对吧 你说的多集群是网络的连红性吗 还是 就是集群之间的那么一个连红性 比如说我要通过Master主集群 对我的其他分布式集群的这么一个 Member集群的这么一个管理 对 肯定中间他们是需要通过 中间有个插件来做一个支撑或者联系的 有个Controller去做这个东西 对 有对Controller做过测试 就性能的压测 我们是测过的 这个Kamanda那个官网是有那个相关的测试的 对 因为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个组件它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组件之一吧 应该 这个组件应该算是最重要的一个组件之一 对 对 OK 好的 你可以如果对性能那个稳定性有那个想看的话 可以去官网 我记得好像是 10万个节点 10万个集群还是 对 因为在官网是有详细的压测的 OK 因为清云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问题 还是说 这个Kamanda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集成了你们这个东西在他们那个产品里面 对 因为在我们那儿出了很多问题了 对 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 库博威娜没有集成Kamanda 它集成的是OCM OK OK 库博威娜是用的OCM做多组训管理 跟Kamanda是没关系的 我说清云的那个KS 好像是集成的 清云集成了你们的 之前是集成的 是库博菲的好像 对对对 它现在这个版本是集成的 就是你们Kamanda 就在上个月就出问题了 对 新版本是吧 对对 新版本不太大问题 我才问这个性能的问题 OK OK 这个性能的问题 之前我们也做了压测 就是用了很多工具 就像刚才上午有一个同学分享的Kework 我们也用了Kework去模拟了非常多的集群 去把它接管到Kamanda里面去 去纳管这么多大批量的集群 去看看这个控制整体的性能 对 大家对Kamanda HPA的兴趣非常高涨 然后 我建议一下还是 因为时间关系嘛 建议还是先下去 麻烦 我想问一下具体一点 它这个应用场景 在哪些行业 比如说你们应用这块 比如说工友园 这块环 做一些举例 具体场景 一定要 就是 落地一点的场景 落地的场景 其实 比较典型的 就一个 红尘多活 类似于 红尘多活 组备熔灾 比如说你北京上海 布一下 北京上海 布一个集群 业务部署到这两个集群 然后有个集群挂了 那我给你自动迁移 就刚刚问的 自动迁移 而不需要你手动写什么alert 然后再 手动去重新reapply一下 那就不用了 这是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就是 你刚刚说的 我有本地IDC和工友园 那我 那个 部署业务的时候 有清河性的熊 我先调本地IDC 因为更便宜 或者说不花钱 那工友园更贵嘛 那这是两个 非常典型的场景 应该叫 其实调哪些岗位 这个我感觉可以线下进行沟通 因为时间限制嘛 谢谢两位讲师